他说弟子看到老法斯建议 每一天最好松一步中锋三十七年 其真实功德和意义是什么 并弟子请教老法斯 下面有七个小题 这个中锋是禅宗的大德 是高锋的弟子 曾经在冬天木山住过 它是禅宗大德 编这一步三十七年的仪归 完全是禅宗 这个意义就很深了 你看禅宗大德 最后也是求生进土 那天台宗的 这大家都很清楚 从智爹到死 他老人家就是念佛往生的 所以天台世世代代的祖师 没有一个不是往生弥陶净土 这是说明宗门叫下了 中锋代表宗门 天台代表叫下了 真的是处处知鬼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也给我们对禅宗 升起坚定的信心 信念法斯 是为往生进土人 我们现在讲超度的佛斯 其实明阳念力 我们做了他的全集就知道 不但对王者有利益 对我们自己羞耻有大利益 你看这个法诗里面 有诵经 有念佛 有听他老人家的开始 他老人家的开始 是非常的精彩 聚聚 与星星相应 那这种开始 如果听多了 我们都相信 会开悟 那么尤其 这一次 我们是为了国家 为了世界 到处灾难频繁 所以才起见了 这个法会 这个法会 也是过去所没有的 一般法会 多半是七个期 一个期 或者是七个期 我们这次做一百个期 一百个期 就是七百天 那就是两年的时间 这是长期这个法会 长期效果非常大 如果真正一心 做这个法会 上午这个时间 送金念佛 念无量寿金 念阿弥陀佛 下午呢 就参加这个法会 下午两点钟 两点半开始 大概到晚上八点半 这个法会 这个法会 愿嘛 七百天做下来 我相信 很多都能得念佛三位 那什么是念佛三位呢 简单的说 就是清净心 无量寿经上 经题里面讲的 清净 平等 者 你就得清净心了 清净心 是念佛三位 清净到一定的程度 就开悟了 那就绝了 所以清净 是第一个 我们得到的利益了 是第一个 是属于一心不乱 这个不太甚 到平等呢 那就相当的深度了 到绝呢 就是开悟了 这是 佛法就常说的 应接的定 应定开悟 就是这个道理 七百天 心会定下来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 自己提升 帮助这个世界 化解灾难 超度一切众生 这许许多多的 效果 一次圆满 这是我们 作证发挥 功德跟意义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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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